今天盤中 又將近拉到漲停 只有差一碼漲停 也就是說從底部起算 已經拉到現在 已經第11根漲停板了 不要問我為什麼能夠大轉 所有的答案都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好好收看 你一定會有收穫 全國的觀眾 全國的投資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決戰籌碼 你好 我是謝一文 面對到現在的台股行情 時漲時跌 甚至於有一段的這個漲幅之後 很多的投資人不敢去買股票 總會覺得說 我現在去買那個叫做追股票 面對到現在的行情 有時候漲AI 有時候漲被動元件 有時候漲軍工 那甚至於今天漲到生計 每天都有不一樣的 這個股票大漲 每天都有不一樣的熱門類股 讓你很想去追 可是當你去追了之後 你會發現 怎麼到隔天就掉下來了 到隔天又換成 其他的熱門股族群 總是讓你感覺 在股票市場上面很難做 甚至於是徒勞無功 可是各位投資朋友 你怎麼沒有去好好想想 你的邏輯模式 你的思想 應該是要朝會長的股票去走 還是要找產業 還是要找題材 還是要找盤中許多的分析師 跟你分析一些所謂的 熱門的股票 什麼辦法能夠讓你賺到大錢 你先想好你再進場 這個就是 各位投資朋友 這個就是 你跟我的差異性在於哪裡 很多人搞不懂 老師反正什麼漲什麼 我們就追什麼 老師你看一下 我們昨天就追生計 為什麼 因為昨天這個大陸的疫情上來了 對不對 那這個我們一定是追防疫概念股 會不會之前像那個 之前那個COVID-19一樣 說不定會大漲一波 對不對 昨天大概大致上盤中 很多人都會跟你灌輸這個概念 我們昨天還有點揶揄說 我們相信昨天一定有很多老師 在跟你分析生計類股 為什麼 因為他每一天都分析所謂的 不一樣的熱門內股 對不對 那來到今天你會覺得說 老師今天找盤一定要追 追什麼 追散裝貨輪 因為講得很有道理 你看BDIBC壓全部大漲 對不對 中國疫情的關係 很多以出口導向的 中國一些公司 包含台商也有 在那邊 以生產作為基地的一些 中國外出的出口公司 他急著怎麼樣 拉貨櫃輪 拉這個散裝貨輪 我急著要把貨怎麼樣運出去 要不然 這個疫情又造成像 COVID-19一樣禁止出口 甚至於港口人員染疫 會造成運費加上一直的上漲 所以我現在能夠出口 趕快出 所以你看BDIBC壓大漲 所以老師 這個航運類股 這個散裝貨輪一定會大漲 今天去追的人 你一檔一檔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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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量長上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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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漲停滿的股票 有喔 有水嗎 但是各位 這個量漂亮嗎 這個量漂亮嗎 你相不相信 明天就殺下來給你看 你相不相信 明天就有隔日沖 你信不信 那為什麼許多股票 今天會有怎麼樣 會有常上隱線呢 我連隔日沖我都不要 我今天就把它沖掉 我今天讓澡盤去看到新聞報告 非凡東升 再告訴你BDIBCI大漲 再告訴你中國疫情 有可能造成所謂的散裝貨人 它的所謂的這個運費上漲 大家都去搶貨櫃 抱歉 大家都去搶散裝貨人 所以怎麼樣 你看到這些報告裡頭 你去追你去買 你總期待明天 可是人家怎麼樣 你期待明天 我就讓你今天就 就BBQ 所以你看到許多今天早盤 有很多的散裝貨人 大漲之時 散戶跑去追之時 總還在期待明天 後天大後天 今天就把你割起來了 今天就把你割韭菜了 割了這沒有 今天早上 我沒有買進任何一檔 散裝貨人的股票 為什麼 想不想知道答案 同樣的剛剛那幾檔股票 來 2605的星星 長上引線大量 對不對 來你算一下 底部K之內 有沒有出現連續的買點擊加碼訊號 老師啊這裡有買點 這裡有加碼訊號 理論上是可以買 來各位來算一下 1 2 3 4 5 6 7 是不是超過5K 要不要買 我不要說不能買 如果你要做短線 你要做多空都雙向 或許你選對標的 為什麼 因為他成交熱門股 成交量大 對不對 你要做多也可以 你要做空也可以 都可以 我覺得很棒 如果你要做那種極短線的當沖 或許他還是一個不錯的標的 高點空下來 低點做多上去 這種熱門肋骨好像看似蠻好充的 可是各位 如果你是把它當拖斷 好我們先來看訊號 我等一下來講 這一段我們先留個伏筆 我等一下馬上跟各位解釋 我們一檔一檔來看 2612的中行 我想請問各位 我想請問各位 就算他今天出加碼訊號 他隔了多少K 他隔了這麼多K 他是不是就籌碼來看 是一個所謂的買進訊號 NO NO 不是 不是 也就是說至少你可以看到 以波段的心態來看 今天絕對不是一個買點 2637的惠陽 今天有沒有加碼訊號 有 除了量價關係 長上引線爆大量 5-8倍的所謂的單天的 所謂的這個爆天量爆量 大量 除此之外 買點跟加碼訊號 這裡叫做臺北 這裡大概叫高雄 太遠了 太遠了 也就是說 之前都沒有人去買它布局它 很難所謂的產生 所謂的當日反轉 對不對 懂我的意思嗎 如果有那個力道也不會大 除非明天又出加碼 除非明天又帶量出加碼 那這個帶的量要比今天還要來得少 可是怎麼樣 以今天看到的長上引線大量 明天能夠開個高 你就要偷笑了 5608的四圍行今天漲停 今天出怎麼樣 今天出加碼 來算一下 1 2 3 4 5 6 7 有沒有在5K之內出現 連續的買點去加碼點 沒有 沒有 好 回到波段的角度 我們剛剛說至少證明 就籌碼上面它沒有出現買點 也就是說就波段的買點 它並不是適合的 除非你要做極短線 那我來解釋一下 如果 如果這一波是因為中國疫情 所謂的梅將軍 有一點所謂的肺炎的狀況 還有一些combo 其他的一些所謂的 比如說流氓性感冒之類 如果這一波疫情 能夠帶動所謂的航運類股 那我今天講一句實在的話 最需要最急迫性的 反而是應該是防疫概念股 或者是製藥股 那才是最急迫的嘛 沒錯吧 而且是馬上立竿見影 馬上就要用到的東西 是不是 如果是真的是因為中國的疫情 所謂的梅將軍 帶領的所謂的散裝貨輪上漲 那你要買 這個起因要買 你應該是解決這個因素的 好題材的股票 而不是衍生出來 所謂的散裝貨輪嘛 所以各位同樣的一個所謂的題材在 如果你選擇了航運 散裝貨輪 今天是怎麼樣 常上引線 而且我認為明天開小高都很難 可是如果你選擇到生技 像昨天一樣 你今天一樣輸錢 大部分生技類股都輸錢 除非你怎麼買到恆大 康納鄉 今天還是漲停板 可是大部分你昨天去追了 生技的股票都是賠錢 所以各位 最主要跟所謂的這個 疫情相關的製藥類股也好 疫情相關概念股也好 都只有單日行情 你憑什麼可以告訴我說 今天的散裝貨輪 是一個波段的低點跟買點 懂我的意思嗎 回答到 回答你剛才我們所說的那些問題 今天早上 我沒有買進任何一檔散裝貨輪 就跟昨天的生技股市一樣 我沒有買進 各位用籌碼 用不同的角度來詮釋股票 你會發現 它是有邏輯性在的 你會發現 你會自己會呈現 你自己那一套的理論基礎 這就是看籌碼的好處 你相不相信 你今天的散裝 你晚上去看 去算籌碼 因為我也會算 你會發現 松山哥 凱基哥 什麼哥 什麼哥 全部都是短線建商在做 短線上的進出 而且買進量跟賣出量都非常的大 甚至於我可以告訴各位 昨天在你買生技股的同時 已經有短線哥先搶進所謂的散裝貨輪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 老師啊 你怎麼知道 因為我每天都在追蹤籌碼 如果真的它出了 它出現了一個所謂的 這個波段的買進訊號 我告訴各位 昨天就應該出加碼 就某些散裝貨輪裡面 昨天就應該出現加碼 為什麼 因為BDIBCI的報告 它的這個上漲的步驟是上個禮拜五就出來 所以藥長應該出現加碼 應該是在昨天 絕對不應該出現在報紙 新聞東森非凡大力報導之後 反而在報導之後 很多人跑去蜂擁而至去追所謂的散裝 那叫做什麼 那個叫做割韭菜的開始 所以各位看籌碼 研究籌碼 算籌碼重不重要 你覺得重不重要 在股票市場 你不是獵人 就是獵物 當你進到這個市場以後 你不知道獵物是誰 很抱歉 你會發現有好多的目光 focus在你的身上 為什麼 因為你找不到獵物 你就是獵物 各位投資朋友 這個市場就是如此 好不好 那你來看 這兩個禮拜以來 漲了這麼多這麼多的族群 你為什麼就不買這一檔股票 哪一檔 來我們鏡頭過來 洪天磊 哪一檔 哪一檔 不是在創新高 就是在創新高的路上 那你會覺得很奇怪 老師啊 非凡東升怎麼都沒有人講 分析師也很少講這檔股票 也沒有東升去研究它 也沒有非凡的老師去研究它 為什麼 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為什麼 因為在起漲之時沒有買到 因為在噴出之時沒有買到 沒有買到 沒有預告 這一段對他來講是什麼 這一段對他來講是什麼 如果在電視上繼續講 那就是幫我抬轎 就如同我告訴你現在去買副金通一樣 我的成本在這裡 我的成本在這裡 我現在叫你去買 那不是居心頗測嗎 那不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嗎 如果我叫你現在去買 那代表我包藏獲心 我準備想讓你去幫我抬轎嗎 對不對 我想請問各位 那為什麼東升非凡都不講 很簡單的道理 就不想幫我抬轎 那我們的成本是不是建立在這裡 是不是建立在這裡 你回頭看我的YouTube 你回頭看我的電視節目 除此之外我每天跟各位追蹤 追蹤什麼追蹤籌碼 來各位 3623的副金通 底部5K之內出現連續的買點擊加碼點 來口號念好 再說一次 底部5K之內出現連續的買點擊加碼點 是為什麼 是為什麼買進訊號 底部5K之內出現三次連續的買進訊號 已經第11根漲停板了 為什麼成本可以建立在這裡 帶量突破加碼確認 確認什麼 還會有更高的價格出現 我們曾經在漲勢的過程當中 我們說這檔股票已經失控 什麼叫失控 已經漲到我們沒有辦法去預測到它 什麼時候會下來 什麼時候會反轉 這完全已經沒有辦法 照我們的意識跟想法去 所謂的猜測或者是預測 你看到今天為止 各位在這邊 有沒有 有一檔股票在這一個半月過程當中 漲幅最凶最標的 既然東森非凡 沒有人敢願意去談它 沒有人敢願意去談它 沒有人敢面對現實 每一個人都說自己很會做股票 每一個人都說自己很會抓標股 你卻看不到有任何的分析 去討論它 聊它 很會講基本面產業面的人 他就是講不出一個所以然 你要問謝老師知不知道 當時在起座之時我就跟各位講 後面有什麼樣的story 隱藏性力度 我們真的不知道 我們沒有內線 可是各位就籌碼來看 就籌碼來看 先做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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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麼簡單 你以為只有附近通嗎 各位同志朋友 2313的滑通 很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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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不記得我們講的 很慢很慢很慢 但是各位你不要忘記一件事 來進電腦 我們當時跟各位講 為什麼它會很慢 當漲到這裡之時 謝老師怎麼跟各位分析 投信突然出現了 沒有持續買進的訊號 我說你放心 他還沒有盡全力買 來了 行情來了 在拉回來過程當中 謝老師帶你去買 去問我所有的會員 平盤一下去買 跌的時候去買 五字頭 五字頭 六字頭 去問一下 上下橫下整 這個橫向上下整理 而且上下震盪 震盪完之後 你對照一下所謂的比例 你對照一下 投信回來了 投信回來了 到現在目前為止 買盤未盡 投信還在怎麼樣 還在裡面 投信還在持續的加碼 來 去翻一下今天早上的報紙 工商還經濟 謝老師抱歉 忘記了 他說了一件事 明年2313的華通 接了很多低軌的單子 各位投資朋友 這不是當時 我們去跟各位講的 這個叫做地言消息面 這個叫地言消息面 報紙出來了 我們事先跟各位講 我們說這一檔股票 漲得很慢的原因在於哪裡 因為它的題材是在明年 在所謂的低軌衛星PCB的部分 而且我說它還不只 所謂的低軌衛星 它包含有車用Tesla 它還包含所謂的AI 它是一個compo 綜合型的一個所謂的題材 我說這檔股票漲得很慢 沒有關係 也因為這樣子 你有更多的時間去買它 而且是可以買到 平均價格是低的平均成本 雖然它不是最標 可是各位 所有的大型股裡面 你去翻一下 你去看一下 陳家用Go的那些公司裡面 華通幾乎在這個波段 也算首屈一指 也算首屈一指 你以為只有華通 你以為只有富金通嗎 各位投資朋友 IC設計謝老師有沒有 有 但是我跟你不一樣 我不去做一些那種 二三十塊三四十塊的IC設計 我去做什麼 稍微高價一點 中高價一點的3545的敦台 原因在於哪裡 底部KD之內出現 連續的買點及加碼點 虛擾出現一次買一次 第二次代量突破加碼 不用等第二加碼點出來 就價量關係來看 K線理論來看 這就是代表所謂的突破 就我們不敢說它一定標 一定大標 長得很快幅度很高 可是可以告訴我們 這一根加碼點 帶量突破出現之後 一定還會有高點 再買一次 從二字頭 從兩位數 到間的收盤價 132.5 132.5 各位投資朋友 到底什麼是你要追求的 在股票市場上面 你到底是獵人還是獵物 你要聽現在正在漲的股票 還是要聽未來會大漲的股票 你要看的軟體 你要看的方法跟工具 是能夠即時即刻 把複雜的事情變簡單 很簡便的告訴你 現在這裡就是買點 這裡就是買點 還是你要去聽事後馬後炮 等到它成為所謂的 市場上的焦點跟熱門股之後 你才來後悔不已 這都是你的選擇 這都是你的選擇 各位下一階段回來 我們要去告訴各位 近期來講 除了富金通以外 除了敦泰以外 除了華通以外 還有什麼股票好買 包含我們自己持續 所追蹤的股票 我們說平盤底下 我們要連買三天 我們到底有沒有說到做到 它到底有沒有讓我們接到 為什麼昨天會大漲 為什麼今天反而大盤大漲 它卻回檔修正 廣告中有我們的服務電話 也有我們的Lite App的帳號 也有QR Code 做這兩件事 撥電話 掃我們的QR Code 你就可以持續的關注 持續的追蹤 我們 我們來看看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進一定貸出 精選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貸進一定貸出 成通投付 擁有股票 期貨雙振兆 代您領先動行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成通投付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凝濕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動乾坤 歡迎回來 我們趕快來看 我們持續所追蹤 連續追蹤三天的股票 到底是什麼 我們到底有沒有買到 各位 第一天告訴各位 除了負精通以外 我要買這一檔 你可以看到這個價格 大概都來到130 140附近 平盤以下我才要買 135 137隨便買 昨天來到 這一天就沒有平盤以下了 為什麼 漲上去了 為什麼 漲上去了 今天 又回到平盤之下來回震盪 我可以告訴各位 你也好 我也好 我的會員也好 看我節目的投資人也好 沒有任何的藉口說沒有買 因為非常多 非常多的機會讓你買 包含今天 我們要等的是什麼 我們要等的是 未來法人大舉進場 到時候我們再來做賣出 而且我相當在市後會跟各位證明 法人到底有沒有買 我講的東西是不是真的 就這麼簡單 我昨天在YouTube上 其實已經有公佈股票了 還有一些股票來各位 持續追蹤 3483的立志 出現了買點之後 漲上去拉回修正 量縮 就量價來講沒有背離 請問各位有沒有後續 我認為機會很大 包含產業基本面 包含它的EPS 包含它的量價關係 包含籌碼 所以我持續擁有 所以我持續擁有 再來 還有一些好股票 要不要買 要不要買 都在平堂上面 出現了好的買點 而且出現了 兩次 三次加碼訊號 想知道這些股票嗎 想跟著我一起做嗎 加入 謝宜文憲老師的LINE 我們明天見 散賽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集的 我 Home cient 內 說 不 不 拿 還 對